汤总好 不是 谁让你动我音响和空调的 我只是看您要开车出门 就帮你把空调和音响打开了 谁让你不经过我允许动我车的 你给我过来 这是不是你蹭的 是不是 不是我蹭的 不是你蹭的 是我蹭的 哎 民事 实在是不好意思 这是我们酒店的博车记录 上面清楚地记录了您博车的情况 您车上这道划痕 博车之前就有了 这根本不是我们蹭的 而且您是签了字的 签字 签什么字 经过我同意了吗 女士 我们做的一切都是符合酒店流程的 而且它给您打开音响和空调 也是符合我们酒店人性化的一面 人性化 什么人性化 经过我允许了吗 那我现在去把空调和音响给您关了 什么 你没事吧 你今天存心给我过不去是不是 我说我今天怎么这么倒霉 原来都是你们这般看大门的 都坏了我的运势 女士 您这也太过分了吧 吵什么吵 吵什么吵呢 你们两个是没有工作做了吗 经理 这客人 请问发生什么事情了 你们这人门头 不仅划了我的车 还随意动我车上的东西 说吧 怎么办 经理的车不是我划的 对 我可以做照 行了行了行了 你们是公司的员工 让顾客满意 才是你们应该做的 先赔钱 要么收拾东西滚蛋 冤枉员工不分黑了 你就这样管我酒店 哎呦 汤总 没事吧 没事 就是手机掉出来摔碎了 那拿去用吧 汤总 这我难好意思说了 干什么 你们当我不存在是吧 我告诉你们 要么你们今天赔钱 要么我就找人 报告你们这家费店 我的酒店到处都是高兴生 谁碰坏的车 看一眼便知道 要是他碰坏的 我们照单陪着 要不是调配 那什么 我今天要有事 就不和你们计较了 是不是你们这破点 我再也不来了 汤总 您看你 来了也不提前说一声 我帮您接风洗尘呢 不要提前跟你说的话 我怎么看得见 你打压员工这一幕 误会汤总 都受误会 你立即收拾东西 从我面前消失 以后你就是经理了 啊 我可以吗 我说可以 就可以 妈 这么晚了 路上有点堵车 点个水煮肉片 纳指鸡丁 还有麻婆豆腐 再来一个双椒兔 那个小姨不是不能吃辣吗 他弟弟喜欢吃不就行了 你跟女孩子 计较这么多干嘛呢 能吃就行了 对了 我听说你们俩 买了套房子 正好你弟弟 开了家装修公司 你们俩的房子装修啊 就交给他来办吧 装修公司 他哪来的钱开公司 难道我每个月 可以加你的钱 你全给他了 都是一家人 花你顶钱怎么了 难道把你养大 不花钱呢 就是 再说了 我这公司可能赚钱 合伙人可是 汤式集团的左手 汤式集团 什么时候 可是房子的装修 我和小鱼 已经在住小包上 选好风格了 不需要弟弟帮忙 不行 你就让你弟弟 来帮你装修 怎么了 一家人还怕坑里不成啊 可是吗 好 我们都听阿姨的 得亏我去现场看了 我当初就说了 不让他给我们装修 这才装了一半 风格和我们想要的 根本就是两个东西 而且每个项目 都超了预算 这都加了几次钱了 都是一家人 你就不要想多了 不行 以前坑我就算了 现在都坑到你头上了 我得去找他要个说法 范晓熙 你把吞进去去的钱 都给我吐出来 什么意思 什么叫做吞进去的钱 你还装 我都拿住小包上的 智能预算给师傅看过了 人家说我们的预算 没有问题 是你在乱加钱乱修家 都是一家人 拿你点钱走了 你就不能让着你弟弟 从小到大 我哪件事没让着他 凭什么 凭什么 凭你是姐姐 你就该让着弟弟 这是你应该做的 那要是弟弟先出事 是不是小姨就不用让了 要是弟弟先出生啊 就没他的事啊 妈说得对 你一个女孩 嫁得好就行 拿这么多钱干什么 本来我还指望你 调个金归婿 帮你弟弟飞黄腾达 没想到 你找了个这么抠门的 装修这么点钱 都斤斤计较 你根本都不配 做家女婿 老范 那个合同 主管 哎呦 左主外 来来来 左主外 请坐请坐 咱们这个项目 汤 汤少 您怎么在这啊 左 左主外 您刚刚叫的什么 这是汤是之传大少 汤小鱼 汤少 我们刚刚是和您开玩笑的 您当然有大量 别和我们一般计较 是啊少爷 您也不在乎这点钱 对吧 我是不在乎这点 可是我在乎小姨啊 我不想再看到你们 你们好自为之吧 我们走 汤小鱼 这么简单的东西 你都做得好 都会有失误的吗 闭嘴 在公司要喊汤总 从今天起 你就去分公司 做基层员工 锻炼好了 再回来 知道了 汤秘书 你给我好好把他盯好 还有 别让他做委屈 好的 汤总 小鱼 子民 好久不见啊 这大学一别 得有几年没见了吧 你来这儿 我今天来这儿谈业务的 你是业务员啊 刚好我是这家公司的老板 合同的事 肯定没问题 不过我待会儿有个会 你等我一会儿 晚上我们好好续续绩 没问题 就这样吧 对了 杨秘书 等会儿帮我约一个商务车 我要陪陈总去打高尔夫 晚上的话 你找一个高档一点的KTV 还要一起唱歌歌 哎 吴总 您不是晚上约了老同学吗 你傻呀 我就只是随口说一说 他一个业务员 也配跟我一起吃饭 什么大 哼 喂 紫敏 你还没开完会吗 哎呀 我怎么把这事给忘了 哦 那明天你有空吗 明天啊 明天正好是同学聚会 到时候让你出丑 看你怎么下单牌 明天可以呀 刚好我举办了一个同学聚会 咱们就在同学聚会上谈 好 来来来来来 不好意思啊 我来晚了 哎 小鱼来了 来来来 坐坐坐坐 哦 来来来来 先喝先喝先喝 那个子民 你看这个合同 咱们是不是可以签了 哎 合同的事好说啊 但是你得拿出点诚意不是 这样 你把剩下的酒全部喝了 合同 我立马签 喝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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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 海量 好酒量 好酒量 来来来来 来来 可以呀 来来来来 最后一杯 喝完 这个合同我就签了 这下 可以签合同了吗 唐小鱼 我逗你玩呢 你还真以为我会跟你谈合作呀 你也不掂量掂量自己是个什么身份 一个小业务员 要不是我们 你一辈子都消费不了这么高大的餐厅 我以为 我们还是好朋友 哎 小鱼 子民就跟你开个玩笑吗 就是啊 开个玩笑 坐坐坐坐 啊 哈哈哈哈 真心啊 你们干什么呢 范秘书 你怎么来了 少爷 不好意思 主持人 哎 范秘书 他是 瞎了你们的眼 连汤氏集团的少爷都不认识 啊 汤 汤少 哎呀 小鱼 你就看在咱们这么多年朋友的份上 人家我吧 我给过你很多次机会 是你自己不珍惜 从此以后 我没有你这个朋友 对了 我们这个圈子很小的 你得罪了汤氏集团 以后就好自为之吧 你偷的不可 从此之后 我给你了 这个圈子也发现了 你们不要这个圈子